百姓去聊百姓事 朋友们好 我是北京妙姐 这期视频呢 天坛马哥说了两个段子 粉丝说比原砖呢 还逗乐 如同单狗相声 来 咱一起听听吧 买几包 你知道吧 就是这人 他不顶着老爷们就是老爷们 要瘦 要瘦 他不知道 请人吃饭是个 具体家的农家院 咱们饭碗那肯定有餐饭纸 请人吃饭 说这这这 你这没拿餐饭纸 他说咱家没餐饭纸 赶紧上超市买点去 这这什么呢 这老爷们到那里买 一人买一包 他把那方的那么高什么 他说那薄的什么 那薄的 那那帮服务员也发坏 那薄的也行 那薄的 薄的还省点少点 就这么薄嘛 他们家十二个人 那桌子十二个人 买了十二包 回来以后呗 桌子就摆好了 摆好有人吃饭的那个 人也没捋活 前吃饭谁他们上来就擦 等他们吃的差不多了 一大恨 那妈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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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餐饭纸是怎么那么这样的 一壶 旁边多一块 中间还有一块补的 他们这擦哪 有的不懂的 还有他们这无尊 还咧 我家撒你这热闹 又是这无知 这什么是 这农村擦屁股不用指 所以他不知道 就读磕了他 是啊 所以什么事都有 也该说 所以这就是农村 吃饭的人也不知道是什么 嘿 这曾经治人 这还挺新鲜的 还勒这可能是 这边多一块 房间还长一块 这么一蹬 中间还有一块 这一块是彻底是擦嘴的 正好端起来跟口罩似的 但是这口罩没神 像不像 一般还跟着说话 走嘞 接着吃 我一会儿就走 哎呦 这 这校场喽 这主人 这娘们儿急了 那老爷们儿 你他妈买餐巾纸 你知道这是他妈什么吗 这是他妈卫生巾 这他妈笑话闹大 这他妈的头些年的笑话 这也听人讲的 真可乐 但是这东西是可乐 其实这东西 它擦擦了 也没用过别人 是不是呀 这新的 对 无所谓 你跟那时候过去 咱们家里的这个也是 也是串门的了 串门的冬天 家里谁不做点年货什么的 一来客战也好 什么什么 什么冻豆泡 米粉肉 做点儿 好了那老太太 啪就端出来了 过去咱们盘筒的尿盆 有不有这高砖的吗 对 他们家做了一锅冻酱 没地儿搁了 他也没用 结婚的时候人谁送的 新的 新的 就到那里了 闷了一锅豆泡酱 就到那里了 你到成熟你给上来 他端着这个家伙就搁桌子上了 如果他这上一弹筒 这东西 别抬杠 是吧 他这形状就是弹筒 所以你再搁多好吃的吃的 这也不能吃 这就太不讲究了 你知道吗 整个一端一弹筒 你知道他妈没端一叶壶 这叶壶里搁点酒也没用过 给人给一管 我发现这他妈断 都是什么别人编的 可能是 让他妈我看见了 我原也跟我讲的 挺挺挺挺 你别抓了还是乐 他妈挺挺挺 逗乐 嗯